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第三章 邀请函 当哈利到达厨房时,得斯里一家三口 已经坐在桌子周围了 他们都没有抬头 当他进来或坐下时 扶农一副红红的大脸被遮住了 早上的每日邮报后面,佩妮姨妈正在捡一张 她把柚子切成四等分,嘴唇紧闭,盖住马斑的牙齿 达厉看起来愤怒又闷闷不乐 不知怎的,似乎 占用比平常更多的空间 这是在说些什么 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占据方桌的一整面 当佩妮姨妈把四分之一不加糖的葡萄柚放在 达厉的盘子上颤抖地写着你来了 弟弟亲爱的 达厉怒视着她 她的一生经历了最不愉快的时期 自从她带着年终奖回家过暑假以来 报告 辅农姨父和佩妮姨妈设法找到了借口 像往常一样 因为她的成绩不好 佩妮姨妈总是坚持认为达厉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男孩 但老是不理解她 而辅农姨父坚称她不想要一些邋遢的人 无论如何 小保姆是为了一个儿子 他们还回避了报告中的欺凌指控 她是一个吵闹的小男孩 但是 她不会伤害一只苍蝇 佩妮姨妈泪流满面地说 然而 在报告的底部有一些很好的 学校护士的评论甚至连辅农姨父和佩妮姨妈也无法解释 无论多少 佩妮姨妈哀嚎说达得力骨架大 她的 磅数确实是小狗之房 而且 她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 需要充足的食物 但事实是 学校用品商 不再有足够大的灯笼库给她了 这 学校护士看到了佩妮姨妈的眼睛 当 在她闪闪发光的墙壁上 发现指纹 为邻居的来来往往提供服务 干脆拒绝 看看 达得力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营养 其大小和重量与幼年虎精大致相同 所以 在多次发脾气之后 在震撼哈利的争论之后 卧室地板上 佩妮姨妈流下了许多眼泪 心 政权已经开始 斯美尔廷斯学校护士寄来的饮食单被贴在冰箱上 冰箱已经被 清空了达力最喜欢的所有东西 碳酸饮料和蛋糕 巧克力棒和汉堡 里面装满了水果和蔬菜 以及福农一副称之为兔子的东西 食物 为了让达得力对这一切感觉好一点 佩妮姨妈 坚持要求全家人也遵守饮食习惯 她现在已经通过了 给哈利四分之一柚子 她注意到她小了很多 比达得力的 佩妮姨妈似乎觉得最好的办法是 保持达得力的士气是为了确保她至少得到 比哈利吃的还多 但佩妮姨妈并不知道松洞的下面隐藏着什么 楼上的地板 她不知道哈利没有跟着 饮食根本 当她得知自己是这样的事实的那一刻 预计靠胡萝卜条度过这个夏天 哈利派了 海德威向她的朋友们请求帮助 他们已经站了起来 盛况空前 海德威从赫敏家回来了 房子里有一个大盒子 里面装满了无糖零食 赫敏 一个人的父母是牙医 霍格沃茨猎场看守海格 她不得不背上满满一袋 她自己自制的岩石蛋糕 哈利 没接触过这些 她对海格的经历已经太多了 做饭 然而 维斯莱夫人派了家里的猫头鹰埃罗尔 有一个巨大的水果蛋糕和食锦肉馅饼 可怜的埃罗尔 年老体弱 需要整整五天的时间才能康复 旅程 然后在哈利的生日那天 德斯里一家 完全被忽视 她收到了四个很棒的生日蛋糕 一个 分别来自罗恩 赫敏 海格和小天狼星 哈利还有两个 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了 所以 当她到达时 她期待着一顿真正的早餐 回到楼上 她毫无怨言地吃着柚子 弗农姨父不以为然地 把报纸放在一边 低头看着自己的那块柚子 是这个吗 她脾气暴躁地对佩妮姨妈说 佩妮姨妈严厉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尖锐地点点头 在达德利 她已经完成了她自己的柚子四分之一盒 她那双小猪眼里 带着非常酸涩的表情 看着哈利 浮农姨父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让她那又大又浓密的头发 变得更加烦躁 小胡子 拿起勺子 门铃响了 浮农姨父从椅子上站起来 然后沿着大厅出发 快如闪电 而她的母亲却在 达利忙着忙着水壶 偷走了浮农姨父剩下的东西 柚子 哈利听到门口有人说话 有人在笑 然后 浮农姨父简短地回答 然后前门关上了 然后 大厅里传来丝纸的声音 佩妮姨妈把茶壶放在桌子上 一脸好奇 小心翼翼地四处看看 浮农姨父去了哪里 她没有 等很久替 欧找出来 大约一分钟后 她回来了 她 看起来铁青 你 她对哈利吼道 在客厅里 现在 困惑 想知道她到底应该拥有什么 这一次 哈利站起身来 跟着浮农姨父出了门 厨房并进入隔壁房间 浮农姨父关上了门 远远落后于两人 那么 她说着 大步走向壁炉 转身面向 哈利仿佛正要宣布她被捕 所以 哈利很想问 那又怎样 但是她 我不认为浮农姨父的脾气应该这么早就受到考验 早上 尤其是当她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 缺乏食物 因此 她只好礼貌地表现出困惑的样子 这个刚道 浮农姨父说 她挥舞着一块 哈利的紫色信指 一封信 关于你 哈利更加困惑了 谁会写信给叔叔 浮农关于她 她认识谁 是谁寄来的信 邮差 浮农姨父瞪了哈利一眼 然后低头看着那封信 并开始大声朗读 亲爱的德斯里先生和夫人 我们从未被介绍过 但我相信您已经认识过 从哈利那里 听到很多关于我儿子罗恩的事情 正如哈利可能告诉过你的那样 奎蒂奇决赛 世界杯将于本周一晚上举行 我的丈夫 亚瑟刚刚通过她在魔法游戏和体育部的关系 获得了优惠门票 我确实希望您允许我们带哈利去看比赛 因为 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英国还没有 举办杯赛三十年 门票异常难买 过来 我们当然很高兴哈利留下来 剩下的暑假 并安全地见到她 坐火车回学校 哈利最好尽快将您的答复发送给我们 以正常方式尽可能 因为麻瓜游地原有 从来没有送到我们家 我不确定她是否知道 在哪 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哈利 此致 傅 我真希望我们已经贴了足够的邮票 弗农一副读完了 把手放回胸前 口袋里又掏出一样东西 看看这个 她咆哮道 她举起装有维斯莱夫人信的信封 来了 哈利不得不忍住笑声 每一点都是 除正面一平方英寸外 均覆盖有邮票 维斯莱夫人在几分钟之内 就压缩了德斯里一家的地址 写作 那么 她确实贴了足够多的邮票 哈利说道 试图解释一下 听起来 维斯莱夫人的错误 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的 叔叔的眼神闪闪发亮 邮递员注意到了 她咬牙切齿地说 她非常想知道 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她 按响了门铃 似乎觉得这很有趣 哈利什么也没说 其他人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福农姨父 对太多邮票大惊小怪 但哈利和德斯里一家住得太久了 不知道如何 他们对任何稍微不寻常的事情 都很敏感 他们最担心的是 有人会发现他们 与维斯莱夫人这样的人有联系 尽管疏远 福农姨父仍然怒视着哈利 哈利试图保持自己的表情 表达忠性 如果他没有做或说任何愚蠢的事情 他可能会 享受一生难忘的享受 他等着福农姨父来 说了些什么 但他只是继续瞪着眼睛 哈利决定 打破沉默 那么那我可以走了吗 他问 福农姨父紫色的大脸上出现了轻微的静卵 这 小胡子竖了起来 哈利以为他知道小胡子背后发生了什么 福农姨父最亲近的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基本本能发生冲突 允许哈利离开 会让哈利开心 而福农姨父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反对13年 另一方面 允许哈利 夏天剩下的时间就消失在维斯莱家吧 比任何人希望的早两周摆脱他 并且 福农姨父讨厌哈利待在家里 给自己 似乎是在思考的时候 他低头看着维斯莱夫人的信 再次 这个女人是谁 他说 盯着签名 厌恶 你见过他 哈利说 他是我朋友罗恩的母亲 他 在哈克下与他见面 在年底的学校火车上 上学期 他几乎说出了霍格沃茨特快列车 这是肯定的方式 来激怒他叔叔的脾气 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 哈利的学校在德斯里加大声喧哗 福农姨父扭曲了他那张巨大的脸 仿佛想要 记得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矮胖的女人 他终于咆哮起来 孩子们的负担 红头发 哈利皱起了眉头 他觉得福农姨父有点丰富 当他自己的儿子达德利终于 实现了他从三岁起 就一直威胁要做的事情 并且变得比他的身高还要宽 福农姨父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封信 奎蒂奇 他低声咕弄道 奎蒂奇 什么 是吗 是垃圾吗 哈利感到第二次恼怒 这是一项运动 他简短地说 玩扫帚 好吧 好吧 福农姨父大声说道 哈利看到 与 并他有些满意的事 他叔叔看上去有些惊慌 显然 他的神经无法忍受客厅里扫帚这个词的声音 他躲避着仔细阅读这封信 再次 哈利看到他的嘴唇写着把你的答案发给我们 以正常方式 他皱起了眉头 他所说的正常方式是什么意思 他吐了口口水 对我们来说很正常 哈利说道 还没等他叔叔停下来 他补充道 你知道猫头鹰邮报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巫师们 福农姨父看起来很愤怒 就好像哈利刚刚说了一句 令人厌恶的脏话 他气得浑身发抖 神情紧张 透过窗户 仿佛期待看到一些邻居 把耳朵贴在玻璃上 我要告诉你多少次 不要再提我屋檐下的那些不自然的事情了 他思思地说 他的脸变成了浓郁的离子色 颜色 你站在那里 穿着我和佩妮穿上的衣服 你忘恩负义的背影 只有在达利处理完他们之后 哈利冷冷地说 事实上 他穿的运动衫对他来说太大了 以至于他有 必须将袖子卷起五次才能使用 手 并且超过了他极其宽松的牛仔裤的膝盖 我不会被人这样说话的 弗农姨父颤抖着说道 带着愤怒 但哈利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 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他被迫带走德斯里一家的每一个人时 愚蠢的规则 他没有遵循达德利的饮食习惯 也不会去 让弗农姨父阻止他去魁蒂奇世界 杯子 如果他能控制的话就不会 哈利平稳地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好吧我看不到世界杯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然后 只是我有一封写给小天狼星的信 我想完成 你知道 我的教父 他已经做到了 他说了那些神奇的话 现在他看着 紫色斑点 从浮农姨父的脸上退去 使他变得 看起来像混合得很糟糕的黑醋力冰淇淋 你 你正在写信给他 是吗 弗农姨父说 用一种看似平静的声音 但哈利已经看到了他的瞳孔 小眼睛因突然的恐惧而收缩 嗯 是的 哈利漫不经心地说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 收到我的来信 而且你知道 如果他没有收到我的来信 他可能会开始认为出了什么问题 他停在那里 欣赏这句话的效果 他几乎可以看到 浮农姨父厚重 深色 整齐的齿轮下运转着 分开头发 如果他试图阻止哈利 给小天狼星写信 小天狼星就会 认为哈利受到了虐待 如果他告诉哈利 他不能去 到了奎蒂奇世界杯 哈利会写信告诉小天狼星 谁会知道 哈利受到了虐待 只有一个 浮农姨父要做的事 哈利可以看到结论 他叔叔的脑海里 浮现出那张大胡子脸 是透明的 哈利努力不笑 尽量保持自己的表情 尽可能空白 劲儿 好吧 那就好吧 你可以去这个红润 这个傻瓜 世界杯这件事 你写下并讲述这些 这些维斯莱一家 请注意 他们是来接你的 我没有时间去送你 全国各地 你可以度过夏天盛夏的时间 那里 你可以告诉你的 你的教父 告诉他 告诉 他 你就去吧 那么好吧 哈利爽朗的说 他转身朝客厅门口走去 战斗 想要跳到空中 大声呼喊的冲动 他要去 他是 去维斯莱一家 他要去观看奎蒂奇世界 杯子 在外面的大厅里 他差点撞到了达利 潜伏在门后 显然希望听到哈利正在 告诉关闭 看到哈利脸上灿烂的笑容 他显得很震惊 连 这真是一顿丰盛的早餐 不是吗 哈利说 我觉得 真的很饱 不是吗 哈利看着达利脸上惊讶的表情 大笑起来 一次爬上三级楼梯 然后又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卧室 他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海德威回来了 他正坐着 在他的笼子里 用他巨大的琥珀色 眼睛盯着哈利 用嘴敲击他的方式表明他很生气 某物 究竟是什么让他烦恼 几乎立刻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哎哟 哈利说 那似乎是一个灰色的小东西 羽毛般的网球撞到了他的头侧 哈利猛烈地按摩那个地方 抬头看看是什么击中了他 然后 看到一只小猫头鹰 小到可以放入他的手掌 像一朵散开的烟花一样 在房间里兴奋地呼啸而过 哈利 然后意识到 猫头鹰把一封信 吊在了他的脚边 哈利 弯下腰 认出了罗恩的笔记 然后撕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匆匆写下的便条 哈利 爸爸拿到了门票 爱尔兰队对阵 保加利亚 周一晚上 妈妈写信给麻瓜们 请你留下来 他们可能已经收到了这封信 但我没有 知道麻瓜邮政有多快 我以为我会 与Pick一起发送 反正 哈利盯着猪这个词 然后抬头看着小猫头鹰 现在围绕天花板上的灯具 进行缩放 他从来没有 看到任何看起来不太像猪的东西 也许他不识字 罗恩的写作 他回到信上 无论麻瓜们喜欢与否 我们都会来找你 你 不能错过世界杯 只有爸爸妈妈认为世界杯更好 如果我们假装先征求他们的许可 如果他们同意 请发送 请立即回复您的答案 我们会来接您 周日五点 如果他们拒绝 请立即将小猪送回来 不管怎样 我们会在周日五点来接你 贺敏今天下午到达 珀西开始工作了 国际魔法合作司 不 当你在这里时 提及任何有关国外的事情 除非你 想让裤子让你感到厌烦 再见 冷静下来 当小猫头鹰低空飞过他的上空时 哈利说道 头 疯狂地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 哈利只能假设是 为将这封信 递送给正确的人而感到自豪 过来 我需要你收回我的答案 猫头鹰扑腾着翅膀 落在海德威的笼子顶上 海德威看上去 冷冷地看着他 仿佛敢于让他尝试靠近 哈利再次抓起鹰毛笔 抓起一根新的 一张羊皮纸 写道 罗恩 没关系 麻瓜们说我可以来 武未见 明天一点 等不及了 他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这张纸条折得很小 我把他绑在小猫头鹰的腿上 小猫头鹰兴奋地在原地跳来跳去 纸条一固定好 猫头鹰就又飞走了 他 缩小到窗外 消失在视线之外 哈利转向海德威 准备好长途旅行了吗 他问他 海德威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叫道 你能帮我把这个交给小天狼星吗 他一边说 一边拿起信 坚持下去 我只是想完成它 他展开羊皮纸 匆匆加上了复言 如果你想联系我 我会在我朋友罗恩 维斯来家 夏天剩下的时间 他爸爸给我们买了门票 奎蒂奇世界杯 信写完 他把他绑在海德威的腿上 他异常地保持着 仍然 仿佛决心向他展示真正的猫头鹰邮报 应该如何 表现 你回来时 我会去罗恩家 好吗 哈利告诉他 他深情地咬住他的手指 然后 伴随着一声轻柔的嗖嗖声 张开巨大的翅膀 飞出了空旷的地方 窗户 哈利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中 然后爬到床底下 拧开松动的地板 拉出一大块 生日蛋糕 他坐在地板上吃着它 品味着席卷全身的幸福 他吃了蛋糕 达利 除了柚子什么也没有 那是一个明媚的夏日 他会 明天就要离开女真路 他的伤疤感觉完全正常 在此 他要去观看奎帝奇世界杯 他 刚才很难对任何事情感到担心 即使是上帝 伏地魔 我